很多人喜欢在平时闲暇的时候养一些花草,但是很多人都养一些比较普通的花,有一些很奇特的花,不仅很多人没有养过,甚至连件都没有见过,这些花不仅漂亮,而且有些开花的时间特别长,开一次持续半年,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五种。 第一,地永金莲,地永金莲是一种热带花,它属于芭蕉类的植物,叶片和香蕉树非常相像,但是开花却惊艳无比,它的花朵是金色的,巨大无比,比成年人的脸盘还要大,金灿灿的花朵一旦开放,可以持续半年之久。 并且,随着的永金莲大面积种植,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,不到一百就可以买很大一盆。 第二,飞花玉,飞花玉是一种仙人掌科的植物,平时养起来特别不起眼,但是如果你见到它的开花,就完全不会这么认为了,它的花朵十分鲜艳,花朵的形状很漂亮。 并且平时养护飞花玉也十分简单,只用把它养在光照充足的地方,哪怕不怎么浇水,它也可以正常生长和开花。 第三,帝王花,帝王花是非常罕见,国内几乎很难看到,只有在云南等地,可以见到少量从南非进口的帝王花,它是一种巨大的花卉,花朵形状奇特,缤纷多彩,一旦开放,可以持续几个月之久,并且它也很适合用作鲜切花。 国外的鲜切花市场上,帝王花被人称作最高贵的花卉。 第四,火炬浆,火炬浆是一种很奇特的花卉,它的颜色很鲜艳,花朵的花瓣一层一层重叠在一起,非常漂亮,它之所以叫火炬浆,除了它本身长得像火炬一样,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是来自江科的植物,所以它的花朵有着一股淡淡的生姜味道,不过这种植物的花期不是特别长, 一般开放一个月左右就凋谢了。 第五,令剑荷花,令剑荷花本身开花的花量并不算大,但是市面上有不少令剑荷花,是嫁接在仙人掌上的,仙人掌强大的养分传输能力,让令剑荷花的开花能力大大增强,它的花朵不仅硕大无比,而且还十分鲜艳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 再来 stories,先ícia我说, Oops。 感谢观看